在武汉逗留了快十天之后 我们现在终于要走了 其实来武汉之前 我对武汉这个城市是没有太多的具象化的印象的 可能知道有黄河楼 可能知道就是今年疫情的原因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但是来到之后我们线下见一些朋友 很快的能让我们了解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 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我们就是发现在这生活过的人都会特别的喜欢武汉 对这个城市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说起武汉呢我就会想起两个字江城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打开武汉的方式 也选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方式 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起走向过去的时间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江边 正在飞速的向知音浩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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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音号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坐的那艘船 是一个大型的沉浸式戏剧 所以说我已经换好了衣服 阿猴如果有时间就换 没时间就算了 这个上船之前呢 会有一些可以租赁换衣服的地方 突然想换一个高级一点的扇子 这扇子是不是帅气多了 来 装衣 现在小莫的迷惑梦要结束了 这是我今晚灰姑娘的水浆鞋 我回到了21世纪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很好玩 它那个演出吧 其实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张 第一轮呢会是一个完整的剧情 第二轮演出的时候呢 观众会被带到二层 然后在二层的话 大概有一二十个演员 每一个人都在讲述自己人生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跟当时的时代变迁 还有民族的命运都有关系 让人能够更加理解这座 靠着长江的城市 它在时代的洪流中 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而且最最最最最惊喜的是 这个知音号是真的在江上行走的 最后当我们看完了所有的演出 会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船 在长江上面游走 它旁边的建筑呢都会亮起灯 然后整个就是流光溢彩 我们乘坐着一个感觉 从过去开往现在的船上 然后整个体验呢 是从现在回到过去 就会有一种时空流转的感觉 也让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推荐五星好评 今天呢下着小雨 我们在武汉准备开一个粉丝的见面会 然后现在已经有两个粉丝到了 这个是第二个来的小妹妹 我们来了新一波的小伙伴 因为今天下雨嘛 然后我们的车乘不下很多人 所以我们就找到有亭子的地方 虽然亭子也有一点点烧雨 给你们准备了一点点饮料 然后还有一点点小吃 你好 哇 谢谢 哇塞 收到了武汉的礼物 这个是一个明信片是不是 对 我去一个收藏姿势 就给你们看一眼 我回去自己慢慢看 你是第一个冒名的 我真的是第一个 那个我其实只戴了一个帽子 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在房车里边玩 也可以在那个铁铁铁那边玩 可以啊 哇 欢迎 小心那个笔别别摸到 天哪 我们现在正在把野外的智慧带进城市 正在把这里搭一个天幕 看看能不能挡一些雨 要不然这气温会比阿火的冷笑话还冷 我们现在这简陋的环境就是 不好意思让武汉的小伙伴们 坐在了瓶子里面 风吹雨打 欢迎阿猴上台 首先应该有打分 去年可能比较多在国外玩 今年可能也是因为有疫情的原因 就是我们就会停下来思考一下 就会不会就是有一个车 然后随停随走 这样一个形式可能还蛮适合 就是今年在国内一个旅行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武汉见面会和大家一起拍的合影 说实话今天的见面环境真的是有点艰苦 因为下着细雨 而且可能是今年武汉入秋以来最冷的一天 但是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天还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对 知道了大家是因为什么认识了我们 然后是为什么关注了我们 结识了一些就同样也热爱旅行 然后心中有梦的小伙伴 而且给我们推荐了很多武汉的好吃的 吃的呀美食街呀还有一些必去的一些景点吧 那下面就是让我们一起拍的照片上墙了 以后这些武汉的小伙伴们就会跟着我们一起旅行了 哇我们已经开垮了一片新地 现在已经要在这边踏上了 我们现在正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中 现在我们的目的地是 王鹤楼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这种组合 就是油饼加烧麦 我闻着超级香而且非常热 现在我目的是油饼是很脆 然后烧麦是很软 油饼包烧麦我来了 好香啊 这个油饼里面有肉香 因为烧麦里面有肉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 今年年底 武汉有23家A级景区都是免门票的 所以说提前预约就可以来乘客皇后楼了 在浏览武汉旅行攻略的时候 我们意外在网上发现了很多当地人在武汉封城期间留下的笔记 有人说 封城之后第一次出来透气 在家度过了冬天 春天 感觉还没感受到就已经不如夏天春短袖了 有人说 曾经热闹无比的江汉路步行街 现在变得异常安静 有人说 如果知道疫情封城 会让我三个月不能在外面过早 说什么我也要吃完一碗生烫宽粉加热干面 我们走到了他们说的这些地方 试图去想象这些地方从繁华到安静 再从安静到复苏 武汉这座陌生的城市 因为这一份共同的记忆而变得如此不同 我们此番是路过 下次便是春风 希望下次见面 你别来无恙 大家看阿猴有多害怕 自己在那里拍着视频 这边还要拉着我的手 露营的乐趣呢 就是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前方呢就是马城近代黄金甲唯一的外景拍摄地 哇